好,现在我们进入到57课的词汇脱口秀 Vocabulary Talk Show 在生活当中,我们难免会遇到 犹豫不决的情况 那么犹豫在英文当中如何表达呢? 叫做Hesitate 英文当中为什么用Hesitate 这个词来表示犹豫呢? 让我们一起来找一找Hesitate 它的基因 它的前三个字母Hes 是一个词根 什么意思呢? 表示Stick 也就是粘着附着的意思 你想想看 一个人如果做事的时候 粘粘糊糊 是不是表示他犹豫不决呢? 有的时候这个词根也会有一些小小的变形 Hes Hes 有的时候也会变形为Her 它们都表示粘着 我们再来举个例子 比如说英文当中有这样一个词叫 Coherent 这个词呢 我们之前其实提到过 它的意思是连贯的 这个词怎么记呢? 你看啊 C-O 这个前缀表示共同 中间的词根 H-E-R Here 表示粘着 后面的E-N-T 是一个形容词的后缀 所以合起来呢 Coherent 它的字名意思啊 就是前后粘在一起 那是不是就是连贯的意思呢? 所以你看啊 我们掌握了一个单词的基因之话 我们就很容易理解它的深刻含义 好 我们再次回到Hesitate 今天我们要聊的 犹豫这个单词 做事儿的时候呢 犹豫不决 在英文当中呢 就叫做 Hesitate to do something If you hesitate to do something You delay doing it Or are worried about doing it Usually because you're not sure that it is right 生活当中啊 当我们犹豫的时候 我们会推迟做一件事儿 或者说很担心做一件事儿 为什么呢? 往往是因为我们不知道 这个决定啊 是否正确 我们来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有一个朋友叫Bill 他收到了一个工作的邀约 He received a job offer 工作的内容呢 挺适合他 待遇呢也不错 但是呢 他对是否要接受这份工作 犹豫不决 为什么呢? 因为啊 这个公司离他家太远了 每天上下班啊 可能要花三到四个钟头 我们可以这样来描述 Bill hesitated to accept the job offer as the company was far from his home 所以啊 看到公司给他寄来的工作合同 他非常犹豫 到底要不要签 He was hesitant about signing a contract 最 hesitant 就是 hesitate 他的形容词形式 对一个事情犹豫不决呢 我们也可以说 be hesitant about doing something 此外 签合同 在英文当中啊 叫做 sign the contract 所以他对 是否签署合同 犹豫不决 我们可以说 he was hesitant about signing the contract 那么假设呢 这份工作合同啊 机会特别好 事儿少钱多 离家近 而且呢 有很好的发展空间 那么 Bill呢 毫不犹豫就接受了 这份工作 那我们可以说 Bill didn't hesitate for a moment to take the job 如果一个人啊 做事 从不犹豫 我们也可以用 这样一个表达 叫 never hesitate to do something 比如你有个朋友 叫Vincent 他特别乐于助人 对于需要帮助的朋友啊 他都会毫不犹豫的 伸出援手 这句话用英文 如何表达呢 我们可以说 Vincent never hesitates to help his friends in need 注意这里的 in need 表示啊 需要帮助的 放在朋友后面 作为后制定语 这句话呢 我们也可以这样说 Vincent always helps he helps his friends in need without hesitation 注意 hesitation 就是hesitate 它的名词形式 without hesitation 就是毫不犹豫 除了乐于助人之外啊 在做任何重大决定的时候啊 他也从不犹豫 我们可以说 he never hesitates to make important decisions 说到这儿 我想到英文当中的 一句谚语 叫做 he who hesitates is lost 这句话的字 那么意思呢 是说 一个人如果犹豫不决 那么他就会迷失 这就像我们中文当中 常说的 当断不断 必受其换 it's important to make decisions and do things in a quick and definite way 做事的时候呢 需要当机立断 那怎么样才能 当机立断呢 最重要的 就是 在做决定的时候呢 要有清晰的 decision making principles 也就是 做决定的一些原则 简单来说呢 就是 到底什么 对你才是最重要的 what matters the most to you 比如说 当你选择一个大学的时候 你可能会考虑啊 到底 什么最重要呢 是专业最重要 还是城市最重要 还是学校的牌子最重要 如果你有了 清晰而坚定的决策原则 那么你就不会在 做决定的时候啊 犹豫不决 if you have clear and solid decision making principles you will not hesitate to make decisions 在生活当中啊 如果你发现 别人做事啊 犹豫不决 或者呢 做事呢 有些顾虑 你要打消他的忧虑和顾虑 你就可以这样说 please do not hesitate to do something 比如说呢 你参加了一个活动 主持人呢 宣布完了活动的规则 最后呢 他说 如果大家有任何的疑问 请尽管和我联系 这句话用英文 怎么表达呢 你最常听到的就是 please do not hesitate to contact me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当然这句话呢 是一个比较正式的表达 在用英文写信的时候啊 尤其是正式的信函 最后结尾啊 我们也常常会用到 这个句型 如果你要表达说 如果你有任何 需要帮助的地方 请和我联系 你可以说 please do not hesitate to contact me if you need any help 好 说完了犹豫呢 我们下面呢 再来看一个 表示人态度的单词 叫做 scorn 这个词的意思啊 表示鄙视 蔑视 或者说不屑一顾 sco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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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 open disrespect for someone or something scorn 就是对于一个人 或者一件事情啊 公开的一种不尊敬 if you score something or someone you look down upon them 这位scorn 也可以做一个动词 如果你scorn一个人 或者说一件事 那表示啊 you look down upon them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你瞧不起他们 我们来想象这样一个场景 在图书馆里啊 一位男士大声地用手机聊天 完全不顾及旁人 这个时候呢 旁边一位女士转过头来 很鄙视地看了他一眼 用英文来描述这样一个场景啊 我们可以说 the lady looked at the man with scorn 当然你还可以说 the lady looked at the man scornfully 注意scornfully就是 scorn它的副词形式 此外呢 你也可以说 the lady scorned the man by giving him a dirty look 什么叫做 give someone a dirty look 字面意思啊 是给了某人啊 一个脏的眼神 这是什么动作呢 对了 就是狠狠地瞪了某人一眼 什么话也不用说 嘿 这就是一种鄙视 蔑视的表情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手 爱尔兰作家 肖伯纳 George Bernard Shaw 有一句名言 Silence is the most perfect expression of scorn 什么意思呢 沉默啊 是最好的表达蔑视的方式 沉默地表达出来的意思就是 我都懒得搭理你 你看 这是不是一种 非常强烈的鄙视呢 对于无耻的行为 我们当然应该鄙视 但是呢 对于对手 有的时候啊 轻易鄙视 可能会带来灾难 score for your rivals sometimes leads to failure 我们知道三国演义当中啊 有一个著名的故事 就是关羽啊 大义师荆州 那么为啥关羽大义了呢 重要原因呢 就是score 轻视了一个人 东吴的大将陆逊 关羽当时呢 名震天下 但是呢 深信自傲 陆逊呢 心思啊 比较深沉 他看透了关羽的秉性 于是呢 多次写信给关羽 用非常卑微的言辞啊 自称是书生 表示呢 对关羽的一种仰慕 关羽读完信之话 对陆逊就不屑一顾 心里啊 充满了各种score 于是呢 他调集主力啊 北上打操操 放松了对东吴的防备 最后导致东吴趁虚而入 夺回了荆州 关羽呢 则败走卖城 可以说啊 关羽对于陆逊的不屑和鄙视 导致了他 最终丢失了金钟 用英文来表达 我们可以这样说 关羽 fell scorn for陆逊 which led to the loss of Gin province 所以这句话当中的 which 指代的是前面的整句话 也就是 关羽 fell scorn for 陆逊 我们还可以这样来表达 关羽 wascornful of 陆逊 which led to the loss of Gin province 注意scornful 就是scorn 它的形容词形式 be scornful of someone or something 就是对某个人 或者说某件事 表示出一种蔑视 和轻视 在美国有很多人呢 对于政客啊 很不屑 我们可以说 many americans were scornful of the politicians 有些人呢 对政客们的观点啊 吃之以鼻 认为啊 这些观点都 臣府 过时 some people scorn the views of the politicians as old-fashioned 最old-fashioned 这个单词啊 它是一个合成的形容词 表示啊 已经非常老套 非常过时了 好 我们来复习一下 刚才讲过的内容 在英文当中啊 你要表达 对一个人 或者说一件事 表示出轻视 或蔑视 有好多种表达方式 你可以直接说 scorn someone or something 你也可以说 feel 或者说 have scorn for someone or something 此外呢 你还可以说 be scornful of someone or something 好 下面呢 我们来聊 这一课当中的 第三个重要单词 叫punish 他的意思表示 惩罚 pun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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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呢 很多同学啊 对这个单词 并不陌生 但是呢 未必呢 你能正确地使用 好 我们来做一些 场景的造句练习 有一个小镇呢 发生了命案 警察呢 经过周密的调查 终于逮捕了杀手 杀手呢 最终啊 也因为他的罪行 受到了惩罚 诶 这句话用英文 如何表达呢 对 杀手怎么说呢 对了 killer 罪行叫做 crime 好 那么杀手 最终因为罪行 受到了惩罚 我们就可以这样说 finally the killer was punished for his crime 对这里的for 表示 受到惩罚的原因 这个杀手 受到了什么惩罚呢 他被处于死刑 诶 处于死刑 该怎么表达呢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the killer was punished by death 所以这里的戒字by 表达的是 受到什么样的惩罚 表达的是 惩罚的方式 再比如说 在马路上 一些马虎的司机啊 如果不遵守交通规则 就会遭到高额的罚款 我们可以这样来表达 careless drivers will be punished buy heavy fines 对这里的fine 就表示罚款的意思 好 我们继续造句 刚才呢 我们说到 小镇上的杀手啊 被判处了死刑 如果你要说 这个杀手啊 它最有应得 英文该如何表达呢 最应得的 这个单词啊 我们在第11课就学过了 大家还记得吗 对了 叫deserve 应得什么呢 应该得到这个惩罚 所以呢 我们可以说 the killer deserved his punishment punishment就是惩罚的名词 有一种惩罚叫 capital punishment 是什么惩罚呢 注意 就是死刑的意思 为什么死刑叫capital punishment呢 大家注意啊 capital 这个单词我们曾经说过 cap cap 又表示头的意思 那么大家可以想想看 在古代的时候 这个死刑 是不是就是 砍头的一种惩罚呢 所以呢 叫做 capital punishment 就相当于 death penalty 诶 惩罚这个词 我们会了 叫做punishment 那么惩罚的反面 奖励该怎么说呢 其实这个词 我们早就学过了 就叫做reward 奖励和惩罚 是激励和规范人们行为的 两种重要方法 people are motivated by both punishment and rewards 通常啊 有赏有罚 赏罚分明 才能够激发人们的动力 if you want people to do their best you have to use both a carrot and a stick 注意这里的 carrot and stick 就是 萝卜和 大棒的意思 英文当中呢 常常用 carrot 来比喻reward 而用 stick 来比喻 punishment 这种有讲有罚 萝卜加大棒 的方法呢 就叫做 a carrot and stick approach 恰当使用 萝卜和大棒 其实可以有效地 激励人 if both the carrot and the stick are used in the proper way people will be effectively motivated 无论在学习 还是工作当中 如果你能够 恰当地使用 这种 carrot and stick approach 也能够 自我激励 把工作 跟学习 变得更加的 高效 好 说完的惩罚 下面呢 我们来聊 一个词 叫做 fi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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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词 表示 动物的 毛 fird is the thick and usually soft hair that grows on the bodies of of many animals 比如说 小猫 小狗 小兔子 它们身上的 这种软毛 都是fur 有很多朋友 喜欢养宠物 尤其呢 喜欢全身 毛茸茸的 小动物 毛茸茸的 用英文 该怎么说呢 很简单 叫做 fury a furry animal is covered with thick soft hair 比如说 毛茸茸的 小猫 叫做 fury kittens 毛茸茸的 小狗呢 就叫做 fury puppies 口语当中 也把这些 毛茸茸的 可爱宠物 统称为 fury friends 毛茸茸的 朋友们 这个称呼 是不是特别的 亲切呢 也体现出了 这些毛茸茸的 小动物的 可爱之处 our furry friends are adorable 最adorable 就是可爱的意思 好 我们回到fur 这个单词 大家要特别 注意的是 fur这个单词 还可以指 动物的毛皮 也就是不仅仅指 毛 还加上皮 比如说一件 皮草大衣 或者说球皮大衣 就叫做 a fur coat fur表达的是 动物的毛皮 那我问大家 那么人的皮肤 该怎么说呢 对了 叫做skin 考考大家 如果你有个朋友 Michael他的皮肤很黑 用英文 应该如何表述呢 有些同学 可能会脱口而出 Michael has black skin No, that's not a correct expression 皮肤很黑 不是直接说black 那应该怎么表达呢 对了 Michael has dark skin 那么再考考大家 如果你还有一位朋友 叫Susan 他的皮肤很白 该怎么说呢 很多同学会说 Susan has white skin 其实正确的说法是 Susan has fair skin Fair F-A-I-R 这个词可以表示 皮肤很白皙 强调是色调比较浅 反过来呢 Dark 指的是色调比较深 我们生活当中讲的 一个人皮肤白和黑 主要指的是色调的问题 而如果你说 Black skin 或者说white skin 那强调的是 不同人种的皮肤颜色 好 我们再来造个句子 你的朋友 Susan 皮肤不仅仅很白 而且呢 非常的光洁和润滑 皮肤光洁润滑 该怎么表达呢 你可以说 Her skin is clear and smooth 这里的clear 就指非常的光洁 而smooth 就表示润滑 光滑的意思 为了保养皮肤 很多女士呢 会用一些护肤产品 护肤产品在英文当中 该怎么说呢 其实很简单 叫做 Skin Care Products Skin Care 注意 Care这个字啊 就表示护理的意思 所以Skin Care Products 就表示护肤产品 当然大家在使用 Skin这个单词的时候啊 要注意 Skin是不是只能指人的皮肤呢 其实也不是 它也可以表示啊 动物的皮 甚至是毛皮 比如说鳄鱼皮 叫做Crocodile Skin 豹子的皮呢 叫做Leper Skin 那么有的人说 Fur跟Skin 有什么区别呢 其实Fur跟Skin啊 都可以表示 动物的毛皮 但是呢 如果表示 人的皮肤的时候啊 只能用Skin 最没有人是有Furd Nobody has fur We have skin Instead of fur 当然Skin 除了指人和动物的皮之外啊 还可以指瓜果蔬菜的皮 比如说香蕉皮 就叫做Banana Skins 当然有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说 Banana Peels 所以Peels 这个单词啊 就专门用来指 瓜果蔬菜的皮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Peel P-E-E-L 苹果皮呢 就叫做Apple Peels 有些人呢 吃苹果要削皮 我问大家 削苹果该怎么表达呢 其实啊 特别简单 就用我们刚刚学到的 这个单词叫Peel 作为动词 它就可以表示 削皮去皮的意思 If you peel fruit or vegetables you remove their skins 比如说 我们在吃橙子的时候 要包皮 英文的表达呢 就是Pill an orange 好 说完了瓜果蔬菜的皮啊 我再考考大家 你买了一双皮鞋 皮鞋的皮该用哪个词呢 能不能用fur 当然不可以 如果你说fur shoes 给人什么感觉呢 这个鞋长满了动物的毛 那能不能用skin呢 of course not 更不能用peel 对不对 所以是哪个词呢 注意要用leather 皮鞋叫做leather shoes 而不是skin shoes 注意leather是什么样一种皮呢 leather is treated animal skin 也就是 它是一种经过加工处理过的动物的皮 leather is treated animal skin which is used for making shoes clothes and bags leather常常会用来啊 制作鞋子 衣服 还有呢 包 所以皮包该怎么说呢 对了 很简单 leather bags 哎呀 我们学了这么多皮 大家能记住吗 来我们来小结一下啊 如果表达人的皮肤用哪个词呢 对了 skin 动物的毛皮呢 对了 用fur 或者skin 如果你要表达瓜果蔬菜的皮呢 你可以用peel 或者说skin 所以你发现skin这个词啊 它的用途最广 无论是人 动物 还是植物 都可以使用 最后呢 再记住一个词 皮革 也就是加工过的动物的皮 该怎么说呢 对了 leather 好 下面呢 我们来聊聊这课当中啊 最后一个重要单词 叫 eager 它的意思啊 表示 渴望的 热切的 ea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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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eager to learn 他特别渴望知道世界上的各种知识 He is eager to know everything about the world 注意 be eager to do something you want to do something you want to have it very much 好 我们再来想象这样一个场景 有一个大明星呢 住在一个酒店里 知道小雪之后呢 他的很多粉丝啊 等在酒店的外面 热切希望啊 能够一睹偶像的风采 这句话呢 用英文如何来描述呢 就我们中文中讲的粉丝就叫做fans 所以粉丝呢 这个词啊 就是fans 它的音译 那么偶像怎么说呢 很简单 叫 id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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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来看看刚才那句话如何表达呢 粉丝们等在酒店外 热切希望 看一眼他们的偶像 the fans are waiting outside the hotel eager for a glimpse of their idol 要特别提醒大家 这个单词啊 千万不要写错 有些同学一不小心就写成了 idiot i-d-i-o-t 那就变成了白痴 是偶像 idol 还是白痴 idiot 同学们千万可别弄错了哦 其实说到渴望 英文当中的表达非常的多 考考大家 如果你想用英文来表达 我特别想见到你 你能说出几种表达方式呢 你当然可以说 I'm eager to see you 你还可以说 I'm anxious to see you 这个anxious啊 也可以表示特别急切的一种心情 你甚至还可以说 I am impatient to see you 注意这里的 be impatient to do something 表示 是想做一件事情 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就相当于说 I can't wait to see you 此外呢 你还可以这样说 I'm dying to see you 注意这里的dying啊 自备意思呢 是快死了 你可以理解为啊 我都想死你了 I'm dying to see you 最后还有一种表达方式 最后还有一种表达方式 是我们很多中国同学啊 容易误解的 叫做 I badly want to see you 注意这里的back里啊 并不是表示很糟糕的意思 而是表示非常急切的意思 所以你看啊 英文当中啊 为什么会这么多的表示 渴望的表达呢 那是因为啊 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 都有很多的渴望 很多的梦想 最后 我们再次来复习一下啊 刚刚说过的 我特别想见到你可以怎么说呢 I'm eager to see you I'm anxious to see you I'm impatient to see you I can't wait to see you I'm dying to see you I badly want to see you 你学会了吗 好 今天的词汇脱口秀 我们就说到这儿